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请大家欣赏 刘晓念的短篇小说 内心最深的痛 每个人都有过去 我也一样 以为终生会守口如瓶的事情 却没想到 会在术后极端脆弱的时候 最后真言 师父老陈 是我大学毕业后 跟随的第二任领导 第一任是个色狼 我工作不到两个月 就背包走人了 所以老陈面试我的时候 问了我一些相对常规的问题 让我等通知时 我年轻气盛地 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公司在选择我 我也在选择公司 那种觉得是女助理就得长袖善务 被客户或者老总打擦边球的事 我是零容忍的 老陈不置可否地似笑非笑 走出了会议室 工作第一天 老陈没有指派我任何任务 冷板凳 坐到了中午 我终于忍不住去敲门 陈总 需要我做些什么呢 老陈说 没什么事 有事我会叫你的 他的话 虽然如此 但让我无所事事 比他让我做什么 更令我无聊和坐卧不安 于是呢 我自己去搜集了一切关于公司产品的资料 销售渠道 快到下班时 我又敲了老陈的门 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公司产品需要改进的地方 以及销售渠道的传统单一 老陈问我 解决办法呢 我一时的语色 那我没想好 不过 目前我就想到了这一点 公司也是时候 在电商方面有布局的意向了 老陈说 那回去想想吧 解决问题比发现问题更重要 第二天早会 老陈让我布置会场 并参与旁听 例会上 我吃惊地发现 昨天提出的那些问题 其中有一部分 老陈不仅指了出来 并且给出了他的意见和建议 并让生产部去执行 同时 他也向销售部下达了开拓电商的任务 而且时间非常的短 已经起步稍晚了 所以强行起飞 空中加油吧 那次例会 我见证了老陈的雷厉风行 但心里 也有小小的心理活动 好多意见 都是我提出来的 居然连名字 都没有提一下 会后 老陈把我叫进 他的办公室 非常直接了当地提出了批评 今早立会的名牌 有好几个搞错了 电脑 换灯片 设备 也没有提前调试好 天气这么冷 提前十分钟 把会议室的空调打开 总不能 让大家动得 直搓手 在那里开会吧 我无言以对 这的确是我的本职工作 虽然没有人交代我 但我理应向办公室人员 求教才是呀 对不起 是我的疏忽 下次不会了 老陈说 好吧 还有一件事 我刚才会上 没有提到电商 是你给出的建议 想着你出来乍到 就算建议很好 但是 难免让同事觉得 是你为了出风头 而让他们承受了工作压力 希望你能理解呀 我整个人顿时就高兴了 明白明白 谢谢陈总的思虑周全 然后呢 老陈笑着问我 那 我配不配喝一杯你给倒的水呢 从早晨到现在 我和开会的同事们连口水都没喝上 你可以说这不是你的工作 但有些事既是工作也是人情 你说呢 我顿时就脸红了 我的失误 这就去 那天 我给老陈泡了茶 并下楼给每个同事买了咖啡 包括老陈 出入职场 我因为前任领导的不输 而把所有职场领导同事都当做了假想敌 是老陈化解了我的这份敌意与傲娇 他不玩职场政治 属于一眼就能看见本质的人 错了就批评 并给办法 对了就表扬 同时还告诉你如何锦上添花 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每一天 我都能感觉到自己成长的拔结声 第一次陪他去应酬 客户方也是试探性的想灌我的酒 老陈替我挡了 我的助理不用陪酒 那时候年轻 见老陈这么替我说话 也就非常义气的站了出来 没事 我还是可以喝点的 见我如此说 老陈也就没再阻拦 但事后他还是很严肃地跟我说 以后这种场合 你不要喝酒 我依然逞强 没关系 我遗传了爸爸的基因 还是有点酒量的 你有酒量是你的事情 你可以跟你的家人 朋友喝 但是陪我出来应酬 是工作 我的纪律就是 我的助理不许喝酒 必须要靠喝个你死我活 来谈成的生意 我也不做 又被教训了 但是心服口服 老陈最让我五体投地的 是当年我们拿到了一笔赚快钱的订单 当时能够拿到订单并生产 两个月的效益几乎是公司全部收入的两倍 当时整个管理层都倾向于接下订单 好几家同行已经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而且赚得盆满钵满 但最终老陈还是力排众议的拒绝了 为此大家在拿年终奖时很不爽 要知道几家兄弟单位那一年 员工年终奖真是拿到手软 老陈特意开了会 没有道歉 只有声明 我的确失去了这次挣快钱的机会 但我不后悔 因为我如果靠运气去挣了这笔快钱 就会失去从前看问题的方法 做生意的途径和赚慢钱的耐心 那么我怎么赚得快钱 将来也会怎么赔回去 甚至倾家荡产 所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不存非分之下 这就是我一以贯之的生意经 不接受反驳 老陈是我职场真正意义上的领路人 和他共事的第二年 我不再叫他陈总 而是管他叫师父 每天跟他在一起工作 就像现在的公司员工 超级喜欢的娱乐拆盲盒 每年的年底 别人都在忙着感恩回馈客户 老陈呢 把这些工作悉数交给了我 他自己呢 关起门来 手写感谢信 给员工的父母 而且亲自去选礼盒 连同信件一起 寄给每个员工的父母 包括公司的实习生 哪怕是在公司 被一个老赖欠下了高额货款 一度导致资金运转极其困难的那一年 老陈还是拿出自己的家底 给员工的爸妈寄了礼物 给每个员工封了同前一年 相同的红包 那年的年会 也搞得比往年都隆重 在海边的四星酒店 每个员工可以带一名家属 吃住行公司全包了 那一次大家真的玩嗨了 我在人群中 找不到老陈的身影 后来发现他一个人坐在海边 我问他 怎么不跟大家一起狂欢呢 老陈说 小元 将来你也会独自挑大梁 到时候你就会明白 每一个创业者 都得学会享受孤独 久死一生的孤独 那一刻 我很想抱抱老陈 心里甚至生出了这一辈子 都陪在他身边的念头 于是我坐在他的身边 什么也没有说 觉得能够在此刻陪在他身边 就很好 可是真正坐在他身边 我内心翻江倒海 老陈似乎觉得我们两人单独相处非常不合适 他站起身来 说时间不早了 大家都该休息了 说完 别先走了 看着他的背影 我浮想连篇 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情深 或许 从那天起 或许 从很久以前 我就对老陈 有了非分之下 尽管他 尽管他大我整整十二岁 尽管他有家事 尽管他是我的恩师 海边的那一夜 我彻夜未眠 离智告诉我不行 但我控制不了自己的心 我有在黎明时分 告诉自己 要和老陈保持距离 守住边界 可是一看到他 我所有的理智 都瞬间瓦解了 每次出差 安排行程时 总会留出 一到两天的空余时间 当老陈在当地 吃吃逛逛 以让他熟悉的城市 和营商环境为由 其实心里 却跟他过着二人世界 但每一次 老陈面对我的安排 不会有意义 只是会叫上当地的朋友 或客户一起 老陈有一段时间 血压非常不稳 我自学那种 医用听诊器的用法 想给他测血压 并说 还是这种测法更精准 但老陈 总会拿出那种 电子血压剂 自己测 我曾经在自己生日的那天 谎称 被客户庆生 把老陈 约出来一起吃饭 他知道是我的生日后 在我 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给太太打了电话 真巧 小元今天过生日 一会儿 我带他回咱们家吃饭 辛苦你准备一下 他太太热情地 招待了我 亲手烤了蛋糕 做了一桌子的家常菜 还给我煮了长寿面 他们的女儿 乖蒙地喊我姐姐 还为我弹了钢琴版的生日快乐 事实上 老陈如此地保持距离 已经是发出一个又一个拒绝的信号 但是那时的我 磨整一半 就觉得这辈子 如果不能和这个男人在一起 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老陈给我介绍了好几个青年才俊 我见都不见 反而特别直白地告诉他 我心里有人了 其他人跟他比都是空气 我甚至一不做二不休地问他 我差在哪里 你为什么要对我 揣着明白装糊涂呢 如果你放不下心中的道德 我可以一辈子不见天日的 只要是你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说完 我非常羞耻地哭了 可是 老陈特别清楚地告诉我 从你来公司的第一天起 我就觉得 你很像当年的我 羽翼还没丰满 但是 傲气冲天 这些年 我不遗余力地扶持你 与其说我无私 不如说是连颇老矣 想在这个世界上 复制另外一个自己 用来抵抗岁月的催人老 留作将来的青山常载 但是你想过没有 这个世界上 谁会喜欢上 跟自己 几近一模一样的人呢 谁会爱上 克隆的自己呢 我对你 只有师生情意 只有复制一个 年轻版自己的 好为人师 绝无其他 而你对我也不是什么爱情 像我们这种 全能自恋型的人 接受不了的 是这世界上 有自己做不来的生意 拿不下的爱人 戒掉这份胜负欲吧 尤其是感情上 否则你会成为一个笑柄 我也会以你为吃 那天之后 我辞职了 老陈丝毫没有挽留 连句祝你一切顺利 都没有说 却偏偏是他的绝情 与无情 让我哪怕离开 也依然耿耿于怀 带着残存的自尊 我离开了奋斗多年的 心爱之城 到了北京 奋斗至今 变成了如今的原走 我再没有回到那个南方某城 哪怕每次不得不去那个城市 拜访客户 我也会用各种理由 约在第三地 不敢回去 因为那里有我这辈子 再也捡不回的尊严 再也爱不到的人 离开了老陈 我没有情感生活 只有工作 作为老陈的复制品 我的确在商场上越来越像他 他的遇事不怒 对错不变 输赢不争 我每天都在用 但我心里很清楚 我永远成不了他 因为我曾经那么卑微 而且无耻过 在商场 我对自己要求接近苛刻 在客户眼里 是个有血性的铁娘子 包括理想在内的员工眼中 我是一个力度与温度兼具的 踏实力 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在乎的是业绩 是名气 是员工的钱包 是否饱满 但我其实一直想用这些 来洗白自己 那个隐秘的自己 但我没想到 一场阑尾炎手术 会让我暴露了 更没想到 理想会不管不顾的 照顾我的同时 在听我讲完自己那么 不敢见天日的过去之后 居然直接撕开了我的伤口 他说道 你觉得你爱你师父 想为他孤独终老 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你只有让自己 一直在心里坚持爱他 终生不嫁 终生不见 才可以让你当年爱上 有父之父这件事 变得没那么羞辱 看起来像特别有尊严的 纯洁的爱情 他甚至嘲笑我 你也有今天 原来你是个 根本不敢信服的白痴 他还说 放弃吧 你的那段洗不白了 所以直接埋了多好 这么简单的事 让你搞得这么 三生三世 没花落的 他还说了 总之 他的话太多了 没有一句 不是伤口洒盐的 可偏偏是 他说的这些话 后来做的那些事 把我从过去的未亡人 变成了及时行乐 活在当下的现实主义者 这个如今 已经是我老公的男人 用他的无所谓 教会了我两件事 第一件 一个人不爱你的时候 他最大的魅力 就是你的想象力 如果说敢爱 是爱情里最大的冒险 那么敢不爱 就是爱情里最大的自由 另外一件 幸福不仅仅是 得到你想要的人 想要的东西 想要的环境 幸福更是一种能力 是能够放下过去 少忧未来 感受当下的能力 所以 关于我和理想当下的故事 还是让他这个显眼包 来讲吧 我怕自己讲的不生动 影响了他的才艺 当然我也知道 如此亮晒 那极不光彩的过去 会被噴的 但是理想说 再不光彩 都已经过去了 只要我不在意 它就不叫事 与其让他们 在你心里发霉 不如让他们 在阳光下蒸发 行吧 行吧 在我们家 我主外 工作上的事 听我的 他主内 家里的事 都听他的 经典散文 一百万换你的快乐 你换吗 作者 林语堂 作家葛若宁 叙述了他的一个经验 有一次他在飞机场 等待一架 为恶劣天气所足 久久盘旋 而不能降落的飞机 时间一小时 一小时地过去 戈先生注意到 一位等待未婚妻的青年人 那极度焦急 不安的情形 时间没过一秒 他的情形 跟着恶化 这位有名的作家知道 若是劝这位青年 不要担心 是毫无用处的 于是他采用了 另一种方法 他走向前去 和他聊天 问起他未婚妻的情形 他长得什么样子 他们是怎样认识的 于是那青年 就非常起劲地 谈论自己的未婚妻 不久 他的忧愁 竟暂时地忘记了 在他不知不觉的时候 飞机已经降落了 戈先生所用的方法 你所做的贡献 你所获得的批评 或是夸奖 集中在你的忧虑和恐惧 或是希望与梦想上 是想到失败 或是成功 想到所会遇见的障碍 还是所要达到的目的 你所想的是什么 就会决定你的态度 你的态度 就决定你的命运 你的姿势 会左右你的情绪 摊在椅子上 就会觉得疲倦 挺起胸膛 就会觉得精力充沛 软弱无力地坐着 就会有怯懦的感觉 直立起来 就会高兴 及充满生气 你的声音 也会影响自己的情绪 声音柔和 头脑就会冷静 说出尖锐的话 就会有愤怒的感觉 说话迟疑 就觉得不安全 声音坚定 有力 就会充满信心 你的举止 走路的样子 说话的方式 写作的笔调 都会影响你的情绪 你对外表及举止 加以管制 就能间接地 使你的内心 焕然一新 做事的时候 若是熟练技巧 不加压力地去做 就不容易感到疲倦 精力也会充沛 就会更容易成为快乐 健康 及成功的人 蒙特利奥大学的 赛毅博士说 每个人都有自然的压力水平 在这个程度上 他身心的作用 都是最有效的 若是加以任何的外力 使他离开了这基本的水平 就会发生不良的效果 赛毅医医生 是研究人 所受压力的一位权威 他说 对一个生活活泼 有精力的人 加以压力 使他的步伐缓慢 与使一个生来动作缓慢的人 加快步伐 二者是同样不好 勉强自己 以一种与个性不相配的速度 去工作 乃是最足以破坏宁静 与造成忧虑的不治之举 应当从事实验 找出一种最配合你需要的速度 一旦决定了最有效的步伐时 便照着这节拍前进 不要随意更改 无论什么事情临到 你只要愉快地选择 就可以消除被强迫的感觉 这样就会使你改变态度 研究脑科的专家们发现 新的知识和感觉 进入我们的头脑的 头30至60分钟之内 并没有深深的鸣刻在脑中 若在这个时候 对他们加以忽视或忘记 是最容易的 一位专家说过 人收到了坏消息之后 不会立刻对他有情绪的反应 脑中只不过有一副悲伤的景象 若容许这副景象 将他的信息传到小脑 小脑就会将它 传到自动神经系统 这时就会发生忧虑的感觉